神舟16号发射 中国空间站完成第二次太空会时 航空航天两开花 这美国人瞅白了头 大家好 我是李哲 最近中国大动作不断 可谓是航空航天两开花 国产大飞机C919前脚商务首飞成功 后脚神舟16号载人航天飞船也发射成功 在我看来 这两者对于中国发展的意义都是十分巨大 而且神舟16号发射成功 恐怕更触及到了以美国为首的 一些霸权阵营国家的通点了 我们就说神舟16号的发射 这次的主要任务就是跟神舟15号 以及天河核心舱对接 完成神舟15号航天员的撤离返回任务 预计会和在今年11月份发射的神舟17号再进行对接 而实际上神舟15号发射成功之后 中国空间站就已经成为了真正的 完全形态的三舱三船 三舱就是天河核心舱 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那三船就是天舟5号货运飞船 以及两艘神舟载人飞船 这次我们神舟16号载人航天飞船发射成功 也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完成了第二次的太空会师 对此美国愁白了头 过去一年也是很上火 你看我们去年神舟15号发射成功之后 中国空间站也正式成型了 所以依托于空间站进行的各种航天实验 技术实验都能陆续开展 又因为国际空间站现在已经服役超过20年 各种周期性问题不断 但是世界各国的航天事业不能停 因此国际目光就聚焦在中国空间站身上 要知道早在天河核心舱升空之前 中国航天就陆续收到了来自27个国家 总共42个项目的合作申请 其中不乏一些西方的老牌国家 你看像日本这些国家也包括了 而美国却因为没有达到中国的技术审核标准 被拒之门外 对此美国人只能忍着 你没办法 你看连印度人的项目申请都通过了 你要对比一下其中的差距了 那这么一来 全球航天事业的发展 到底谁占据了话语权 已经非常明显 美国制裁打压中国航天事业这么多年 先后通过技术封锁 市场封锁 人才封锁的手段 人为给中国航天发展制造瓶颈 但结果如何 中国航天发展的越来越快 这回可轮到中国拒绝美国了 这次神舟16号的再次发射成功 也说明中国航天事业正有条不紊的 按照既定计划往前走 而且速度越走越快 这美国你说能不愁吗 毕竟过去几十年里 美国的野心可是想要制霸全球 并且将手延伸到太空 而且不光如此 随着这次神舟16号的发射成功 中国空间站的体系也进一步完善 中国登月任务也正式启动了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主任林希强表示说 目前中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经正式启动实施 预计会在2030年之前 中国就将实现首次登陆月球 并且突破载人地月返回月面短暂驻流 人机联合探测等关键的技术 要知道这些操作 美国目前都不敢拍着胸脯说自己能再进行一次 但中国已经一步一个脚印 自信地设下了具体目标以及实现的时间 在地上 中国发起了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反击 在天上 美国的太空霸权美梦早已破碎 毛主席当年崇尚井冈山写下了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舞阳捉鳖 谈笑凯歌桓的诗句 时隔60年之后的今天 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中国国防建设的发展 已经将此诗句变为现实 好 今天旅视观察就是这样 咱们下期再见